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赵 这个地方夏天的时候我们来过 这里鸡鱼不少 但是个体太小了 现在我们再来钓几天看看 看看这里的鱼有没有长大一些 然后今天用的是一个红虫颗粒打的窝 因为现在天气冷了 小杂鱼闹窝很少 所以就用这个红虫打窝 打窝的时候打一点就行了 只打了一小把 然后钓的时候是用蚯蚓来钓 先来试一下 如果是还有小杂鱼闹窝 再给它换成九米来钓 这个红虫打窝的好处就是它腥味重 发窝比较快 对鱼的吸引力大 然后缺点就是容易遭这个小杂鱼 所以我们得先试一下 我们要用这个打窝 还要根据这个气温季节来用 现在天气凉就可以用这个打窝 如果有小杂鱼的时候我们就换成那种素 这个就叫浓幼淡钓 就是窝料味道浓一些 钓耳味道要淡一些 这样来钓 在用这个蚯蚓钓的时候 抛干抛下去一会儿没有动作的时候 我们就要稍微体干 这种夸张的信号 直接把蚯蚓拉下 斜着拉下去跑 都是小杂鱼 鲫鱼的口语感觉比较稳 就是直直的下顿一到两个 或者是上顶一两个 像这种上顶的信号 它就是鲫鱼 鲫鱼比夏天的时候长大了一些 夏天的时候太小了 太小了 这种草鱼 最大的湿 这个湿 很香 虽然它的什么 好像是肉 就是生活软硬的 5个